作为三位一体核打击的重要一环,战略轰炸机成为大国重点发展的对象之一,相对洲际弹道导弹来说,战略轰炸机在和平时期更具威慑性,在军迷界曾流传这么一句话, 大国之间千言万语,不如战略轰炸机翅膀煽动一下,事实上也确实如此,就拿美俄来说,两国打口水仗,不如轰炸机飞一圈效果来得快,当然对于具有相近实力的国家来说,这样的威慑效果并没有那么理想, 但对于没有这个实力的国家来说,轰炸机飞一圈后,说话都得小声些,轰6K战略轰炸机在当今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拥有轰炸机的国家,还属五大常任理事国, 其中美俄在战略轰炸机方面均保持相当强悍的实力,而在这五个国家中,空中战略威慑能力最弱的还属我国, 我国现役的战略轰炸机,也是唯一的战略轰炸机轰6K轰6,该型轰炸机属于中型战略轰炸机,升级后的轰6K航程, 也仅有8000公里,载重12吨的极限,与美国的B-52H、B-1B、B-2以及俄罗斯的图附95核图160等为代表的轰炸机比起来, 轰6K存在非常大的差距,B-52H战略轰炸机,而且在很多人眼里,轰6K的前身属于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服役的图16轰炸机, 至今已有60余载,尽管经过了多次升级,但落后的设计和有限的机身,潜能开发基本已经到了极限, 很多人认为已经落后,确实轰6K对于中国来说,轰6已经满足不了国防需求, 但它对于中国来说却是一名功臣,自上世纪80年代服役至今,30多年的时间里, 撑起了祖国的一片蓝天,那么轰6K究竟还要服役多久呢? 它到底算不算老呢?中航工业展示的疑似中,下一代战略轰炸机可以很直接的说, 轰6K战略轰炸机在未来30年内很难被全面替代,尽管目前我国已经在开发新一代战略轰炸机, 但是非核生产服役,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,短期内全面替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, 就拿美国来说,美国现役轰炸机中,尽管已有非常先进的B-2和突防能力超强的B-1B, 但B-52H这样的老家伙却还是主力,B-52H可以说是一款非常老的战略轰炸机, 原型机的首飞时间为1952年,同图16在同一年,也就是说B-52H其实和轰6K同属一个年代的飞机, 如今美国还计划升级B-52H服役到2050年左右,所以说全面替换一款战略轰炸机没有那么容易, 开发新机更不容易,也不要吐槽轰6K太老,我们慢慢等待新轰炸机就好,责任编辑。